哈囉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呢我們要來繼續我們的腐爛國度2 那上一次我們找到了一個新家了嘛 所以我們就來準備來遷移吧 好啦那為什麼又在開車呢 因為他存檔點沒有存在那個 新的營地前面 所以我們決定換一組人員再過去一下 我們來奪下我們新的據點 好的我們又回來了 這個新的營地嘛 上次說把這邊奪下來成為新的基地 所以我們就來 把這邊的殭屍也清除一下 清理乾淨 我們就可以搬進我們的新家園 我們現在人有點多 我們也需要一個比較大的營地發展 這個營地看起來就是 主線跟我們講的 我們應該可以來這邊搬遷一下 我要帶另外一個人來嘛 所以 最好我覺得這遊戲最好還是兩個人一起 行動會比較安全一點 尤其是 夢魘難度底下其實 敵人什麼都還蠻致命的 尤其是路上遇到一些不可 就是 有些突發事件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隊友的話確實是蠻危險的 那我們就把這邊稍微都清理一下 每一間房間每一間房間找 我們再找看看後面還沒有什麼殘存殭屍 因為如果你要搬遷新的據點 你就是要先把 據點裡面的殭屍都清乾淨啊 所以我們再進去檢查一下 有 這邊還有一隻 應該還有聲音 這邊還有 把這些都清乾淨 喔 還有人在敲門 不是人 是殭屍 在後門 喔 兩個 沒有 沒關係我們也要清除掉 你的隊友 你的夥伴都會直接開槍的 感覺 好像旁邊都沒殭屍一樣 毫不客氣拿槍出來就直接開幹 好 我覺得應該清得差不多 這應該就是最後一隻了 我們把這隻給 做掉 好 非常好 我們已經奪取了這個基地了 就是 已經清乾淨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 鐵鏽螺絲 然後會有 這邊 這些東西可以 可供蓋 就是裡面有這些建築欄位 油罐料望塔 餐廳 有的沒的 還有這什麼座位區 可以清理掉 汽車修理場 可以增強汽車的 我們就把這個 基地也奪下來吧 OK 那我們成功的把基地奪下來了 所以所有人都 千里到這裡來了 我們把 我們把一些該 修的就修一修 然後 該拆的該蓋的 我們都整理一下 的營地 就是我們的 新家了 接下來要在這邊 好好的活下去吧 好啦我們也是完成了 新手任務了 剛剛那個提示就是 跟我們講說 我們已經完成了 所有的新手教學 所以 現在就是正式開始 我們的 末日生存 現在找一些新的鄰居吧 我們找到了一個新的鄰居 就在左手邊這裡 我們找到了一個新的鄰居 好 那我們就 就試著出去 先 收集一些資源 跟做一些任務吧 先從旁邊的卡車 就是這些貨車區 搜索一下 因為這邊也還有一些資源 現在是晚上時間出去 其實還蠻危險的 OK 發了一些噪音 不過沒關係 我現在搜索的話 都是直接搜索到爆炸 沒關係 反正有殭屍來我就砍 就帶一個 夥伴在旁邊 就好了 直接在 這種夜晚的時候 開槍真的是超大聲的 我不知道 夥伴開槍到底 會不會吸引更多殭屍就是 還是單純這遊戲的 槍身其實沒有喘這麼遠 好啦 我們就把這個 貨車區都 全部清理一下吧 把東西都拿來拿 早上了 我們到牛看點這邊 看一下附近的狀況 把這裡的環境先確認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下一步計畫 對了 我們也需要幫營地選一個領袖 那我們就決定 選他吧 建築師 因為 其實就是只有他的聲望道可以 任命為領袖 我覺得 就先讓他當也沒什麼問題 反正我也還不知道 給哪個人當比較好 總之他的經驗值夠了 我們就先 讓他當 那現在 早上了 我們就可以出去好好探索一番 我們就試著 找一些東西 或是做一些任務吧 來看看到底要做些什麼比較好 首先我們還是去找一下我們的鄰居吧 這個鄰居應該就在 前面這個餐廳吧 而且我們好拉了一大堆殭屍過來 我們請這個 我們的好鄰居夥伴來幫我們出一下火力 把他們勾過來 剛剛在前面的釣望塔在找東西的時候 觸發了一個屍群 怎麼樣 而且還有狂屍混在裡面 我覺得這遊戲裡面最難打的 就是 我至少目前我還不熟悉的時候 狂屍對我來講還蠻有威脅性的 所以要是我自己一個人打的時候 要是體力不夠我真的死得很難看 我們就一隻一隻 一隻一隻砍 鄰居都有這個重火力了 對不對 子彈無限 OK 清理乾淨了 感謝我們的好鄰居 結果要離開的時候 又拉到一大群殭屍了 所以 我們再拉回來吧 再請鄰居幫忙一下 利用他們手上的武器幫我們清空這裡 順便砍殭屍也可以轉轉身旺 身旺也可以拿來找人啊 找物資什麼的 也都用得到 殭屍數量真的很多 說真的 有時候你在外面找到的一些新夥伴 他的屬性不夠的時候 那體力真的很差 你要面對大量殭屍真的有點困難 這裡我覺得量還是太多了 我們還是拉回來吧 而且你的夥伴好像比你耐咬很多 這個夥伴被咬的時候 你只要 及時的去救他 他其實不太會死 看我們驍勇善戰戰的軍人 OK 看來 這個奇力一起把這些殭屍除掉果然還是最快的方式對吧 我們又解決掉了一大批殭屍了可喜可賀 那我在想 我們應該要先去收集一些箭材啊 把一些箭材拿回來可能會比較好做事一點 所以我們就去 這個可能會有潛在箭材的地方去找找看吧 一樣開著我們的SUV過去 然後下車先把這些殭屍都清潤一下 正式開始生存之後 這殭屍真的很 哇 還是沒有殺掉他 在他 尖叫之前 還是讓他叫出來的 老實說一開始支援蠻匱乏 這個彈藥確實也是 需要省一些啊 你給夥伴拿真的很爽啊 他真的是無限用子彈 等一下 我是不是 看到了什麼 巨無霸 好 我們來試著挑戰他看看好了 我看能不能拉在鄰居的範圍把他殺死好不好 這巨無霸我還沒有殺過他不知道要殺多久 我現在沒有什麼特別的遠程武器 不過 我看看鄰居的火力能不能幫忙 我們也還有幾發彈藥吧 這個初期要打感覺不太容易了 我們試試看好了 看他抓碰檔能不能砍他 應該可以 喔 這還會垂地板的 而且地上好像會出現那個血液的範圍 欸欸欸欸 這還有震波 我還沒有弄清楚這個巨無霸的攻擊模式 我 我看 我的夥伴跟鄰居在開槍啊 他怎麼好像倒下不了 好 打他一發 喔唷 再砍他兩刀 欸 完了 死定了 我覺得我要死了 我覺得我真的會死 完蛋了 這個失誤 這個失誤 OK 那看起來我們的軍人已經是優先的陣亡了欸 好 好 好吧 那 反正這個遊戲 死人應該也很正常啊 好了吧 第一次遇到這個東西 果然還不是很會打 沒關係 我們 幫他報仇 我們 換另外一組人 再過去看看 我們 我們又回來了 然後 順便看看能不能撿屍體 然後 巨無霸在前面 他竟然還沒走欸 為什麼他不殺裡面的人 為什麼這些鄰居可以在這邊活得好好的 這就是 對玩家的仇恨嘛 而且這個鄰居為什麼 好像很怕他的感覺 為什麼不開槍 好 後面還有殭屍 我現在又帶另一個人來 然後 試著 處理一下 這個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手上這把 衝鋒槍好像對他起笑不了 而且我沒有彈夾欸 我彈夾只剩這些 沒關係我們剛剛好像有抓到他的攻擊模式 然後 然後 這個軍人好像不能撿他的屍體 感覺是中Bug了 因為 他那個 目標屋上面我踩過去之後沒有辦法互動 結果他身上的槍什麼都好像被吃掉了 有點 有點靠腰啊 好吧我們先處理一下這裡的情況好了 巨無霸爆跑下去了 應該是後面 我們先把小將去殺掉 好 配合鄰居這樣子大家一起殺這些屍群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OK G580出現了 我們要找他復仇 這把彈要打光吧我覺得 地上那紅色最好還是別碰 那應該那應該會扣斜 他看起來 好像是會爆衝之後然後閃避完之後他就捶地板 好像就有一個攻擊的空間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好攻擊然後這時候應該 我應該 喔 會連續 連續錘 而且這個會扣血 還是蠻爽 不要在那個範圍裡面打 那個還有血液的感覺 就還是不能撿他身上的東西 他這邊有一個說 在這邊救我的圖案就 根本就沒辦法互動 我覺得我東西被吃掉了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隱形牆 好像不知道被什麼東西卡住 我覺得我應該是中bug 鄰居的火藥火力應該是蠻強的 我看他有限戰槍的 我的夥伴也蠻會閃避的 靠他幾拳 這遊戲善用迴避功能還蠻強的 好這樣子應該有空閒 砍他三四刀看看 不要貪刀 被他抓就不好了 好衝鋒閃避 然後背後再砍他幾刀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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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砍他幾刀 他衝完之後都有一個明顯的硬直時間 都是可以偷的 離這麼遠還敲得到老天 恩 幸好他應該不會什麼特別的combo 如果他會的話有點太強了 吃了這麼多子彈還死不了 有了有了倒地了 終結他 nice 我們終於幫 我們的軍人報仇了 我們可憐的軍人 而且這邊真的是重bug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的物資箱卡在這裡 我現在總之是撿不掉他的東西 唉 安心的去吧 那至少我們解決掉了我們第一次的巨無霸 所以 難過完了我們也該把資源挽回運了 我們也不能在原地 籌疚不前 反正 夥伴嘛 我們就再找就好了 剩下的人活著比較重要 我們把資源運回家吧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撿他的東西 他身上那把狙擊槍真的很重要 喔 喔喔 喔喔 WTF 竟然有狂殭屍 其實我真的不太知道 這狂殭屍到底要怎麼打比較好 只要沒體力我就覺得我快死了 怎麼辦 該不會死兩個人吧 鄰居快出來幫忙啊 我覺得這體力真的要保留好了 完全針對我耶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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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完了 鄰居快幫忙 鄰居來了 還好好像我可以站起來 喔還好還好 我差點又死在這裡 趕快上車 這趕快走了 我沒辦法留下來跟他們奮戰耶 然後再死一個人今天的 這個死亡率太大了 這個這個這個會出人命 不行不行不行 我是不是開過頭了 開過頭了 趕快回去 趕快 趕快回家休息 這個不能 我們不能再死一個夥伴呢 這些夥伴素質 確實是不錯 因為如果你要刷到這個 比較好屬性的夥伴 也是需要點運氣的 而且還得做任務 所以我們還是 不要死太多人 對了家裡還有喪屍威脅 我們這一集 從頭打到尾 把東西趕快放一放 我們準備回家防守了 好的 現在 殭屍開始入侵了 我們來 把 家園守護一下吧 血液殭屍 這種紅眼睛的殭屍速度蠻快的 不過 基地裡面還有 五個人 所以應該是還可以 所以應該是還可以 來來來來 我來撞你 不要擔心朋友 我來了 現在這個 迴避之後再接一個暗殺 還蠻好用的 不過 體力真的要夠 體力如果不夠的話很危險 好 成功了 我們就把剩下的上司也清除掉 就結束了 那麼家裡的危機處理完了 我們要再出來 搜索一些物資 我們現在需要一些建材 跟一些其他的物資 如果能找到什麼槍或者是 一些必要關鍵的補品 其實也不錯 這裡好像 還有殭屍 不過應該還好 這角色 分手情人的角色 其實體力也是蠻多的 所以我們不擔心 應該是可以處理掉這個狀況 那種 進來重複就直接暗殺掉了 欸欸欸欸 你怎麼被抓啊 欸欸欸 好多殭屍了 欸欸欸欸 為什麼有尖孝者在附近 Oh no 是軍人殭屍 這個 普攻 普砍的話 要砍很久 這個一定要暗殺比較快 等一下等一下 再幫一下隊友 等一下 那個尖孝者要處理一下 Fuck 要阻止我啊 不要叫不要叫 欸欸欸 還想再叫第二次啊 還好 有帶另一個夥伴 不然真的要死在這裡 這就是為什麼說 最好還是帶一個夥伴出門的原因 還有這麼多 源源不絕欸 喔喔喔喔喔喔 是浮種殭屍 給你 給我的夥伴殺就好了 啊 還好 還好 應該是沒有死去 我們可以安心的收這 這棟房子的物資 好的那剛剛 那些物資我們已經 放回我們的基地了 但是 箭材依然的 不太夠 所以呢 我去那個 天際線去搜刮箭材 這個是利用這個遊戲裡面 有一個呼叫的功能啦 就是 你可以直接呼叫那個 反正就是會有人幫你找出箭材的位置 你就可以去那邊搜索到箭材 那 路上的一些小據點 我們也會順便的 就是搜索一下 把物資帶回去 好不好 那這邊就 跳過吧 我們快到天際線那邊了 就 舊城鎮那裡啦 我們一開始 出生點位的附近 箭材這邊還有 所以我們就去那邊看一下 箭材 有沒有在 那個位置 因為我們現在需要升級我們的 這個指揮中心 這樣我們可以佔據更多的 前哨站 我要再看一下 到底到底佔哪幾個前哨站 會比較好 我覺得有些物資 需要自然產出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我們現在基地 是有死過人的 所以現在他們的情緒 應該是比較的 激動一點 那這邊應該 有 有箭材 很不錯 是一直發出噪音 但是算了 不care 反正要來我們就殺了 我們連巨無霸都已經砍過一隻的話 我覺得一般小殭屍 只要不要太多的詩群 就沒什麼問題 好 這邊有兩包箭材 還不錯 把這個小殭屍解決一下就好 先給 自己的夥伴背 這樣就可以背兩包走 OK 這個前哨站看起來沒什麼用 所以佔領這邊也沒有什麼用 我們現在就是 只有維持一個前哨站 就是彈藥 因為我在看說 其他前哨站要怎麼分配比較好 因為其實食物 每天就扣那一點點 佔領那個食物 感覺不是特別有用 不然 我就想說那 不如 不如我 找其他的資源建築 那我們成功的拿到建材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 物資再搬回家吧 我希望今天可以把主控中心也伸上去 就是我們的基地 旁邊都還有一些小據點 所以我順便也收一下吧 滿載而歸啦 所以 我覺得這一趟應該還是蠻值得的 至少我們沒有死 不過車子又撞 那個殭屍撞到又冒煙了 但應該還好 我們 趕快把這些建材搬回去吧 我覺得趕快把那個 一些重要的前哨站搶起來 可能會重要一點 然後 食物 食物跟醫療 醫療物資可能真的要確保一下 因為醫療物資是可以回血的 這個末日 這個夢魘模式作戰 其實還蠻缺血的 哇前面有三個尖叫殭屍 先解決掉一個 然後拉回基地附近打吧 現在背著包包體力有點差 尖叫殭屍超煩 他竟然一次三個黏在一起 這個處理一下 我先把這個處理掉 這個角色已經是疲倦狀態了 你看到他左下角有一個睡眠符號 因為 使用這個角色太久了 他需要睡眠 現在如果不給他睡覺的話 那個體力上限會一直扣 所以我們要趕快回去換人 外面這一波殭屍應該沒有問題啦 我們 應該能收掉 你看每天扣四個食物跟一個藥品 所以 食物我們還有13個 然後藥品還有12個 但最主要是因為藥品我們 會需要拿來回血 所以我最好還是可以確保一下 之後應該會先找一些 我覺得藥材跟那個 藥品跟那個 不知道可能燃料或者是彈藥吧 好 喔 劍材太多了 那 很好啊 我們現在劍材有多少 27個 整放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直接升級我們的指揮中心了 OK 我看一下 先換下一個人 好 先換下一個人 然後 然後 把剛剛的 夥伴給解散掉 因為我覺得他需要休息一下 雖然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差 不過我們來升級一下 指揮中心 可以加一點前哨戰 好 OK 然後順便 我看外面要升什麼 加食物看起來也不錯 恩 不知道欸 我覺得 好像也沒那麼缺這些東西 算了 我們下次再處理這個情況吧 那 今天的腐爛國度2 我們的旅程就先到這邊 雖然今天我們 陣亡了一位 戰友 但沒關係 我們再接再利 我們 讓這個社區持續的運作下去 還有更多鄰居會願意加入我們的 所以不要太擔心 現在機器狀態也穩定了 只要我們不要再死人的話 下次我們應該會去把彈藥跟食物的物資給想辦法搬回來 那不要忘記了 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按讚 我們就期待下一集囉 拜拜